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藏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刀腿直播比赛解说 终于是迎来了这一届ESR1 博明汉战2019年比赛的总决赛 那么最终对战的双方感觉一夜重回TI5 TI5之前的那段时间秘密对战1G的比赛 感觉一下是回到了4年前的感觉 这两支战队在总决赛上相遇也是许久未见了 来看看这场比赛BO5 双方的第一场比赛的搬选 这场比赛秘密是拿出来了EG 这场比赛是一手抢谜团 然后二手补朝西 秘密这边是一手拉比克 二手拿死问 很有意思的就是秘密和EG这两支战队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去使用 朝西加上谜团的组合 这个组合真的是很常见 在这两支战队里面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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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 那我看看这样比赛 在拿出拉比克和死问两个英雄以后呢 秘密后边的英雄准备怎么配 搬人方面呢 他们选择是在第三手搬掉了一个飞机 搬掉了老陈亚巴顿和飞机 然后EG这边则是搬掉了术士水人和蝙蝠 第四手防了一个没断的大胜 看看第五手的搬人 这样比赛在已经有拉比克的情况下秘密的五号位 派比将这个边呢 可以考虑的有像沉破术士啊 用来针对谜团用 或者是在三号位的位置上放一个末日或者是兽王 这一类的英雄 就是总而言之 他们要带一个无视谋免控制 如果不想带无视谋免控的话 就一定要拿一个沉破术士 反正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团战当中至少要威胁到对方谜团的这个大招 要不然的话你让对方谜团无解的去放大 确实有点蛋疼 那么前期的对线的话 对于谜团这个点的骚扰的话 拉比克可以去做 拉比克也可以完成 除了拉比克以外 如果一定要去找对方谜团的麻烦的话呢 土猫也是个选择 但是由于亚布座尔已经是拿了 拉比克已经是确定了 所以选择还是搬掉了小狗和毒狗 然后拿出了一个拉西克 他说这算是现在神仙打架的级别了吧 应该算 因为确实现在的这两支战队 就是秘密对战1G这个比赛 应该说是 基本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DOT界最高水平的一个对决 因为刚才秘密跟老干爹的这个三场比赛下来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昨天EG2比0战胜老干爹 今天秘密2比1战胜老干爹 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现在中国战队在跟世界顶级强队的较量当中 也确实是 战不到 几乎是战不到任何优势 几乎是战不到任何优势 所以在现在液体迷茫 磨合的就是一个黄金7这样的队伍的时候 这个EG才有可能打不过 大叔能说一下老干爹刚才输在哪了吗 敷衍一点啊 我稍微敷衍一点 说一句大实话 就是全方位都输了 没有任何一点占优势 从BP到对线到游走到团战 到这个整个比赛游戏节奏的一个控制 到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的深度 没有任何一丁点占到优势的 EG在第四手拿出的是一个TA 这样的话苏美奥的TA还差一个RTZ的英雄 配迷藤潮汐的话 RTZ的一号位其实非常好选 迷藤加潮汐的双能控的话 你基本上你看这个猫又在外头不知道干什么的 我去看一眼 我去看一眼什么事 什么事啊 叫我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啊 你刚刚跟我说一下什么事 不舒服吗 还是什么事 那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个第四手秘密拿出的是一个狮王 狮王 这场比赛秘密这个阵容 还是挺有意思的 看看最后一手 大各位其实这个秘密现在不好搬是很正常的 因为真的现在太好选了 就是在有潮汐加谜团这个双团控 然后猴乱娟5号位的一个无数目眼控的情况下 这个1号位怎么拿都行 就随便选任何一个只要输出能打得出来的英雄就可以了 有些1号位的这个输出比较容易被限制 但是也依G这个RTZ他的1号位英雄池来说的话 你想限制住他的英雄池的话 只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让他上山 除了这个的话 基本上这场比赛是限制不住他的输出了 最后一手一致一拳的搬掉的是一个哈斯卡 他们在最后一手的选择上面先姑且不管他选谁 这场比赛秘密这个阵容比较好发挥的是也不足够的拉比克 咱们那个虎牙这边的直播间那个观众 大家注意这个节奏啊 大家不要这个付费吵架的话 就两边如果起争端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是付费吵架啊 那请请请请用钱给我 是的同时顺便拍死你的对手 咱们这个直播间是非常讲道理的 你们谁给我打赏的多谁就赢好吧 咱们直播间看看直播免费啊 吵架要付款好吧 吵架买票 你要是打赏的够多 我帮你一块喷那个人也不是不可以是吧 来看一下秘密这边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的拿人 因为现在差的大概率是个三号位 这场比赛穿战甲其实还在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拿三号位的英雄 是选择拿了一个蓝猫 秘密这场比赛这个阵容拿的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 有代表性的一个打法 就是说在面对对方双团控的时候怎么打呢 拿一些小技能为主的英雄 就是尽可能把比赛的节奏加快 你不是有大招才能打一波吗 那我就卡在你没大招都是打 你可能是一波团战 比如说你双大全都完美大 然后你打把我这边的这个阵容 打了一个三四人团灭 甚至五人团灭 那不要紧 我利用小技能一个杀一个一个的把你的人给你捶死 那可能在你两个大招的CD中间这段时间 我打死了你四五个人 就是我把团队的这个团战细分成各种 这样的这种小规模的接触和游走 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种打法 也是在之前团控阵容非常流行的时候 就是最终让团控阵容不再那么嚣张跋扈的一个 原因 就是因为有一些战队开发出来的这种 就是全都是以小技能为主 然后不停的追着你打这种阵容 他说决赛是BO5吗 是的 是的 但说那边吵架 万一他们都花0.01 都花0.01吵架的话 我觉得就他们就不吵了 肯定 花一分钱来吵架 我都替他们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所以不会的 你们放心 而且这个就像是什么呀 吵架这个事啊 就像是当初非常经典的经济学 对吧 经济学当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教学的一个方式 叫做亿美元拍卖 对吧 亿美元拍卖 当叫声劲以后 两个人再想撤回来 他就不容易了 当你发现你 你你继续继续提价和不提价都是亏的时候 这个时候挣钱的就是提出这个亿美元拍卖的人了 你知道吧 所以你可能不亏 但我稳赚 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个采取收费吵架制度 也是为了维护咱们直播间的这个气氛 对吧 毕竟这么多人的直播间 大家不吵架不容易 对吧 所以大家如果吵架的话 请付费 大家说怎么看不到力士剑胜了 力士剑胜被这个神域嗑得太死 看看这场比赛 那么刚一开始秘密这边是抢三幅 有观众说这个地图是用了什么 多了那么多植被 我现在是随机地图 这个应该是大晟的那个地图吧 现在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大晟的那个地图 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 大晟的新游记 应该是用的这个地图 目前 反正我是随机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不管 也有可能是那什么春天 什么春天的那个地图 大叔不是说新版本龙奇强吗的 没人用 我没说新版本龙奇强 我说的是新版本的龙奇 A章效果挺好的 但是龙奇这个英雄呢 他不太适合现在这个版本的节奏 大家注意现在这个版本的中单 往往都会选择去拿一些 这个偏向于就是中期补经济的这种英雄 我还是自己切OB吧 今天这个OB的状态 确实是有点发挥的 有点问题 以前这个OB很少露人头的 而且它的这个切屏的频率 还有切屏的方式 节奏感都不错 今天这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这个版本 它现在的一个节奏 就是在过了兑现期以后 因为推塔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所以大家更强调的是 在过了兑现期 补一波经济以后的一个爆发力 就是你的爆发力 一定要能够打得出来 这里苏米尔身上的折光打掉 刚才下落的前四眼 是被秘密这里的狮王 拿到了一个一血 主要也是因为 这个潮汐作为一个力量型英雄 前期被吸力量 确实是十温的弹头 帕比较这里 还有100多的蓝和有一个芒果 所以不太担心 这块这个基地站位 马比克这个地方想过来杀鸡 但是计划失败 上路呢 现在妮莎的死问 补刀数是7-0 看看电狗 现在这里给上 乱流 给上乱流以后 妮莎这里选择开一个壳子 然后往回跑一下 等一下乱流的时间 这里走出去了 应该是 这个草莓没有中 但是妮莎这里也不敢直线地往回走 怕被这个霍乱之源 跟上来以后吸死 你看霍乱之源 这里买一个小魔伴 再追这个妮莎 都是追不上了 酱油未来看的话 这张比赛 中路目前蓝猫的发育呢 是酱油尝试来帮了吧 但是效果一般 苏妙这个点还是拉不住 不过确实前期 圣堂这个英雄蓝猫 打他是不太好打 上路这波死问 这波应该是死了 这波应该是死了 这波身上终于乱流以后 折衣没有任何单位 人头让一下 RTZ漂亮 那么下路的前四爷 这里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再没过来以后 最后还是让派比奖 一个吸吸死了 刚才这个地方TS 如果是给平A的话 应该是打不死的 这潮汐战有两级的皮 再加一级的毛巾减攻 这个刚才伤害应该是不够 天灰中路 一坦内有个眼 天灰中路一坦内 也没有眼 这个地方的眼是夜眼差的 秘密插了一个位置的眼 这个位置的眼 现在很常见 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规眼位 它的主要的用处是 盯着对方这种 就是在游戏的中期 去野区补经济的 疯狂补经济的这种人 现在因为 如果你在战斗力不够的情况下 然后强行去推塔的话 第一个效率比较低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防御塔 确实比以前要厉害了一些 站在这个塔下的人的 后甲加得多了一些 前四爷这个位置 应该是没了 应该是没了 因为死亡也跑到了下路过来 最后人头又被趴比将拿到 趴比将这个时候 已经拿到了三个人头 几方全部的人头 都是趴比将拿掉的 不过现在从补刀上来看的话 也基本上算是 意志的一个三线优 那么 不算三线优 抱歉 这个除了前四爷以外 除了前四爷以外 中路和上路全是优势 而且这个谜团发育的 也是根本就没有人管 非常非常的顺 现在双方的比分呢 三比一 秘密这边是经济被 EG已经是反超了 从大老师给的这个胜率来看的话呢 实时胜率也是无限看好 EG这个阵容 确实这场比赛单纯的 从阵容的角度来想 如果我去看的话 我也看好EG 因为EG的这个阵容 它相比之下 要更稳健一些 游戏的后期 游戏的中期吧 先不说这个后期 中期的时候 EG这个阵容 依靠双团控 就是能打得过你 我很容易把你打出来 各种各样的团面 如果我打不过你的话 我很容易去形成 对你的一个 这里蓝猫 这蓝猫 你这不是白给吗 这Madewan Madewan这波不知道 这个算血是怎么算的 感觉Madewan这波算血算出问题了 这波白给了以后 等级已经被对面 TA压了两级了 TA已经六级了 这个蓝猫赶紧打几个兵 赶紧打几个兵 升到五级 这白给了 这场比赛怎么打下去 经济方面 现在死问的经济还行 死问的经济还行 但是剩下的队友的经济 目前都不是太乐观 TS现在16-6的正反步 蓝猫19-2 而对方是30-14的TA 和31-19的电狗 人家这个小猫不知道是咱们了 一直在不停地叫唤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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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这刚才我们家猫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外面叫叫 好长时间我出去看了一眼 这艾众尔应该要种一个草莓 RTC的幻象 这个时候幻象可以杀 这个幻象可以杀一下 不杀TS也不杀 这TS可以有我们吃令的 二级我们吃令给上一个 我们吃令稍微烫一下就烫死了 开局从发育情况来看的话 死问目前还是发育的可以 但是其他的点是真的有点崩 尤其是蓝猫这个点 没得忘刚才那个位置被TA在塔下这样的一个单杀 确实是有点 明显是在算伤害上面算的差点多 他是想利用这个鲜火秀一个攻击 然后再利用这个磕大药去把对方这个攻击给顶掉 但是稍微高估了一点点这个大药的回血的速度 照着这个节奏下来的话 很容易变成了一个就是秘密这边 EG这边这个TA无解肥 然后游戏的中期拿着这个TA疯狂的去带节奏 配合两个团控 两个团控就起到一个核威慑的作用就可以了 不用飞掉打死你 我不用打死你 我只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就可以了 看看这块熊怪踩完地板以后呢 这里是给上一个增悟 我定一手 熊怪的下一个踩地板 你都CD快撞好了 再往前追 拍个地板吗 拍个地板 这个地方 苏苗最后一个平A上来以后也没有出miss 其实拍地板是已经空了的 这样的话现在场面上变成了一个无解肥电狗 加上一个无解肥的TA 加上发育非常顺畅的一个谜团 谜团的经济虽然跟第一集团差得很远 但是作为一个全程打野的一个英雄 他现在的这个经济 比中单的蓝猫和三二位的TS都要好 基本上也就算是一个发育的非常顺畅 决赛没中国的 很多人明天要上班 直播间热度明显下降了 是的 看来这里 Madewan的蓝猫 不过这个 我个人当然很希望这个中国战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只不过天不随人愿 对吧 给死了 给上一个锤 这里又是一个冲塔 冲潮溪的塔 传说中的冲潮溪塔的这种愚蠢的做法 看看这波支援过来的是谁 人够不够 关键是 这里S4临死之前给上一个毛鸡 最后一个平衡A上来以后死了一刀砍死 这里RTC只是支援过来的一个幻象 这没有人过来支援你们可还行啊 EG这波团战拿的 其他人这个没看懂为什么TA也不来 然后电狗的本体也不来 谜团这边也不来 谜团不来可以理解 他没有蓝 这冲6级 就是刚刚正好到6级 有大招的潮吸 然后强行去冲塔这种做法 这是出了名的送团灭的做法 然后这波EG就是没有人过来支援 来的只有一个电狗的幻象 跟一个互联支援 而且刚才这波团战对方 是再没了TS和妮莎的这个死闻全在的 如果你冲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再多亮出来一两张TP的话 有可能就能把对方的这个大哥位 全都杀了在这个位 血亏 中路一塔这里开个塔房 开个塔房的话 这个一塔反补了 TA并没有选择去摊这个中路的一塔 因为知道如果我过来摊的话 有可能要被你的人留在这个地方反杀 到最后就是人才两空 看看这些后来追安 睡一下 睡一下TS 对手赶紧给他解掉 魔爪拉住TS 就是不让你上去给输出 那么这里再吸一口 这样的话等于Flags是代替了这个TH死 这波Flags操作非常非常的nice 看看上路这里 TC的电狗呢 先把你这个墓碑打一打 这个墓碑等级好高啊 三级的墓碑打起来好累啊 TC这个 现在斯文的这个经济 增长的速度还是相当的不错 看看这个潮汐 潮汐现在没有到6 这里再接上一个锤 完全没有给去放毛鸡的机会 这样的话前四爷的这个潮汐又是白给 前四爷的潮汐白给 这样比赛现在变成了一个nice的死问 到处就带着队友去打架了 已经 而且他的装备走的是一个相位加点筋手的路线 相位点筋以后 然后去出这个连击刀 刚才在下路这个地方有观众说多人tb支援有岩石 其实不是的 因为刚才那个地方明显是来得及的潮汐有大招的情况下 你已经两个人落下来了 潮汐是在这个里面绕了两圈以后到这个地方才被打死 多两张tb下来的话 刚才那个位置死问又是追的那么深 下来的话绝对是能杀 而且你中单又是一个ta 前期作战能力本身就很强的一个英雄 再加上当时ta早就已经到6了 落地以后给上个减速 这个想去反杀是非常轻松的 狮王这辆比赛呢 是选择出了一个相位鞋 然后出了一个锁子甲 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是有观众说 这个为什么狮王会去出相位 因为相位这个东西加6护甲 这辆比赛他这么出张 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一个护甲 他出了一个锁子甲也是这个目的 因为这场比赛 首先他前期拿了几个人头比较肥 有钱去出这些东西 第二个是对方这个阵容 那是以一个ta为主要的一个减甲的阵容 ta的减甲加上潮汐的减甲 它是一个双减甲阵容 所以他先去撑一些护甲 否则的话狮王这辆比赛本身 虽然是一个5号位 但是现在的狮王是要承担一个 开变身 利用开变身增加的额外生命值 就前面去顶着这么一个任务的 如果没有足够高的护甲的话 狮王本身的敏捷成长非常低 只有0.8 他的护甲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这样的话 有可能被对方ta的一个 这个安眠加上这个隐移击 直接就秒了两三刀 他去撑一撑护甲 这个选择本身是没问题的 感谢您的声音 我刚才是把这个潮汐没大 说成没到6了吗 什么时候啊 是刚才这个中路这波吗 可能说错了 可能说错了 蓝猫这里飞过来以后 想抢一下福 但是霍兰君原这里空到的 刚好是一个隐身 看看Secret的TIS加上斯文 这两个人现在战斗力很强 潮汐这里有大招 有大招 但是这个两个人 想杀潮汐的话有点累 秘密这个场比赛 就是这届比赛 他们的在体能方面 其实现在劣势很大 因为刚才跟老干爹三场比赛 也是挺累的 讲到里真的挺累的 这个胜者组和这个败者组的差距 在最终最终的总决赛上面还是挺明显的 看看这里潮汐 这里开一起恶魔吃令 然后往里追 队友在后排已经是秒掉了一个creder的谜团 这里是采取了一个围点打员的思路 先去威胁你的这个潮汐 然后呢等着你得过来支援的人 杀了一个谜团 不过整体来说这波不算特别赚嘛 因为现在这波打完了以后 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 死问的经济 虽然说是这段时间领先的不少 但是对方那个双大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 并没有减缓 而且一直是齐头并进 再加上现在还没有到这个TA的强势期 这样比赛TA是先选择做了一个末龙枪 而电狗身上的装备 现在是刚刚拿到自己的小雷锤 也就是说他的带线 准确的说还没有开始 因为他的带线是等到大雷锤加飞鞋以后 这个时候才是电狗的一个黄金期 看一下前四野 前四野的潮汐这里的猫飞过来 找一下这个潮汐 潮汐这个地方是被双开了一个大招 再往上跟 这样啊前四野直接被打死 没办法 也缺这个地方 哦呦漂亮 再没这个地方又是利用自己的 我们吃点烫死了弗莱 已经是在被对方睡住的情况下 还是成功的烫死了这个弗莱 伤害拉满 这样的人都说来到10比5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是1000加 那么电狗的存在 有可能会让这场比赛的时间 拉得非常的长 等级方面目前 TA和这个斯文两个人是14级 然后12级的电狗 12级的蓝猫 10级的谜团狮王和TS 9级的潮汐拉比克 以及7级的一个混职员 提阿自在中路现在手里边是一个风胀 然后呢飞鞋也快出来了 通常吹着自己 EG现在TA的经济呢 在这段时间的增长速度还是可以 虽然说没有到这个无解肥的程度 但主要也是搭上自己 还有一个队友是电狗 不要偏刷 留住一个啪比将 但是这里拉比克已经在就位了 拉比克已经在就位了 举一下蓝猫飞过来 直接拉住 找的是fly 潮汐交一个大招 反打 看看谜团大招拉住两个人 但是这个TS的输出有点高 亚伯多尔偷到了潮汐 打住所有人 追死一个潮汐 转身以后这里还有谁 还有一个电狗跟一个TA 两个大哥位 这个亚伯多尔被收掉 那么妮莎的这个斯文 感觉是有点难了 这个妮莎的斯文跑不掉了 这个位置 身上有TP 跳刀走一下 这里还好 还好 这个追上来以后的效果 是一个 这个草莓的一个效果 是减速 现在它是有一个减速的效果 不是没有打断对方TP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波团战最终的一个结果 双方也是拼了个半斤八两 都是各自的这个酱油死光 酱油死光 然后大哥全都回了 两边都是双大哥回了 三个酱油死 从经济的增长方面来看的话 两边的击杀 苏妙是拿到了一个双杀 然后RTZ拿到了一个人头 Secret这边稍微亏了一点点 是酱油拿到了一个谜团 然后妮莎和Madewan各杀了一个 这个幻象 这个大雷锤的幻象输出好高呀 差点把再没直接给点死 这个位置 这真是神仙打架 拉比克最后被打死了 稍微有点亏 如果也不作为拉比克没有死的话 也就意味着他手里边还能攥着一个潮汐的大 当然他攥着一个潮汐的大招的话 可能是也很难去开第二波团 因为这个大招 一级的时候他的技能窃取 持续时间只有180秒 然后潮汐的大招cd时间是150秒 这蓝猫想这么杀 这个潮汐是不是过分了呀 这挑战投金的潮汐是你这么杀的吗 还在等自己的队友 踢下自己的风胀 这个飞鞋追过来 这里一个司令大地也中 nice 终于追死了 累死了 没办法把蓝都飞光了 这两个人选择直接踢到圣坛 过来去吃个圣坛 看看RTZ Creat目前手里面是没有大的 所以暂时不会去打架 潮汐这拨被打死以后 自己身上的大招 还有不到20秒钟的cd 复活以后有大 大家各位的经济来看 电狗这段时间 在出完了大雷锤 加点筋手以后 刷钱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已经是 随时都具有了反超这个死问的能力 基本上他现在飞鞋在有了的话 这个nice肯定就刷不过这个电狗了 不过电狗这个英雄刷钱的问题 跟小大家一样 就是升级慢 虽然很有钱 但是升级慢 神服 这拨神服呢 秘密里边是蓝猫 死问 割空一个 EG里边是 Fly的霍卵局员和这个电狗 割空了一个 Madewan的蓝猫的经济仍然不好 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蓝猫这场比赛 在出完辉光以后 准备是直接去出紫苑 让电狗飞鞋 TA接着来打肉身盾 TA这边这也没有选择去出这个 就是他也没有选择去出跳刀 直接是一个魔龙枪 然后转弹面 再做BKB 看看这个肉身打的速度很快 然后这里破雾了 扔一个残影 抢不到盾 这个肯定是抢不到盾的 但是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电狗的本体 打了第一道输出以后 死问的伤害拉满 PCB马上死 看看这个Cred这里没有机会放大 潮汐被盯住以后 潮汐这里没有不敢放大 这个时候放大没有用 那么这样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Cred 还差一下拉住 Cred的谜团被带走 TA这个盾 TA这个盾好像也是要白给 他没有跳刀 这个人 他没有跳刀 他临死之前 这个地方苏妙是拼掉了赛美 利用自己的陷阱 把赛美给活活烫死了 站起来以后 死问给上一个锤 一群人疯狂输出 这里开个折光 被蓝帽拉一下 折光秒破 然后再一群核击带走 最后Made 1带走了 对方的TA拿到了476块钱 苏妙刚才单杀掉赛美的话 是赚了618 那么PiB将这也是 击杀掉的定狗 拿到427块 这波打完以后 双方的这个经济差和经验差 这个就有一点要拉开的意思了 主要是经验上面拉开的 有点突然间就多了 7500加的一个经验差 经济差两三千块钱的话 这个还可以接受 还能输得过去 大老师的胜率 实时胜率 现在也是要看好秘密了 大叔你刚开始说 看好EG的阵容 是看好EG的阵容 但是这场比赛 秘密这个阵容 他的阵容 就是不停地给你打 这种小型的接触 这种小型的接触 小鸡椎交大 秒Yabzor 直接交了一个毛鸡 这样Yabzor也不偷你了 偷你偷一个毛鸡 没什么意思 看看TA的输出 找的是拍臂匠 拍臂匠这波应该是要被秒吗 还差一下 nice 直接秒掉 另外一侧 TS 风上吹起来 自己以后也是被潮汐一下带走 看看这里 死问的输出很高 直接砍死拉DC的本体 自己身上现在是有一个乱流的减缩 TA这里扔过来以后 开一个折光 折光被破 死问 开着BKB开始追 再一个锤 这个输出有点略高 有没有连击 没有出连击 那么这样的话 紫问是借助了自己剩余BKB的时间 再往回跑 这里跳刀溜一下 蓝猫身上没有蓝了 蓝猫这个地方是 有一个威光披风 救了一下 再往回绕 再往回绕 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这个蓝猫 哎 没看到了吗 树林TV直接走人 那么这波团战最终的一个结果是 秘密这边是死了三个 只杀掉了RTC的一个电狗 只杀掉了RTC的一个电狗 这波 最后两个大哥的逃生还是非常精彩的 那么团队精一差被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以后 经验方面的差距呢 现在大概还有个7000左右吧 刚才这个位置呢 潮汐放大呢 也是找着拉比克就大 看着你拉比克 在这个身边 然后直接选择给你放个大 放完大以后 马上在你身边接个毛机 让你偷不到我的技能 所以刚才这波拉比克的这个作用 没有显现出来 双方都咬得很死 在这个团战上面 是没有哪一方说 占到特别大的这个优势 下一个装备死 在这开始去做强席 主要还是现在是TA的一个强势期 这个英雄他的强势期 再加上这个 EG这个阵容的双团控容错率太高了 秘密刚才这波团战 秘密如果想打赢团战的话 有几个关键点 一个是拉比克不能被这个潮汐大 而且他一定要偷到潮汐大 或者偷到这个谜团的大 偷一个对方的大招 哪怕你偷一个混乱军员的拉都可以 偷一个这样的关键的大招出来以后 团战的时候 他才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话 要求就比较高 像刚才那种潮汐 就怼着你拉比克大 你就没办法了 再没得拉比克 拉西克 拉西克 这里想抢服 能抢到吗 抢到了 抢到了 蓝猫飞过来以后 直接找后排 谜团这个地方被定了 但是TS这个位置很残 很残 这个地方没有死 TA是开始自己的BKB 开始折光 先点掉你的一个墓碑 点掉墓碑以后 这就是BKB结束了 蓝猫直接飞走 飞得非常非常的远 那么这一波 双方接触了一波以后 是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但是秘密里边抢了很多的神符 秘密拿了一个 死问拿了一个 蓝猫拿了一个 蓝猫拿了一个 然后再没这边的TS拿了一个 等于是空了一波三符 25分钟的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 还是没有拉开 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跟预测的差不多 都是以试探性的 这种阵容和进攻为主 先摸清楚对方的实力 高手过招 刚一开始都会比较谨慎 没有一上来就 一上来就自爆的 没有一上来就自爆的 都是我先跟你打一打 打一打 然后爆个气 再打一打 然后变个超级赛亚人 再打一打 然后不行了 再变这个超级赛亚人 二代再打一打 还不行变三代再打一打 再不行 再变个超级赛亚人之神 跟你打一打 看到这里RTC RTC这个幻象 是被再美的TS过来以后 直接收掉 不过好像是盗屎将 给他打一打 再打一打 不过来 对 魔人博请求一战 欧武再次出战 观众还是有老司机 最后实在没招了 自在疾异弓开一下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4000加 两边都是在刷自己的下一个合金装 因为刚才几波打下来以后 谁都没占着什么便宜 秘密这波是进攻 是仗着蓝猫的子愿 加上死问的强袭 死问的强袭 再加上拉比克的挑刀为光 这一波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里谁做秒掉谜团 漂亮 直接秒掉谜团 这里偷了个魔转化 没什么太大意思 这个技能处实实没什么太大意思 这波还是要上来打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蓝猫身上虽然没有BKB 但是死问的BKB没有开 再加上有强袭 我已经秒掉了你一个这个传攻点 那么只剩一个潮汐的话 我这边有BKB还能偷 我不是很虚 雅伯座的站位 大家注意 注意看雅伯座的站位 前四爷在没有跳刀的情况下 雅伯座的站位只要稍微靠后一点都可以了 这个时候死问的大招结束 直接果断回头 跳刀 加上给队友开口撤退 感谢旅剑大佬的1800日元 非常感谢 风不大 大叔大叔我在天津外面打雷了 你们那儿都 我们这边刚才都打了半天的雷了 这场比赛其实秘密打到目前为止 比较就是有隐患的一个点 是蓝猫的这个经济 跟刚才跟老干爹打比赛的时候一样 这个蓝猫的经济不太好 有可能被对方一波翻盘 当然了 这场比赛 EG并没有像之前这个FI的四号位滚滚那样 对吧 四连缴械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阵容 没有这样的英雄 现在双方的游戏时间来到了29分钟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是7000架 大叔你乃我没有妹子喜欢吧 往雪原池里扔钱了 好吧 你肯定不会有妹子喜欢你的 因为你把钱都给我了 这波秘密是四人开悟 四人开悟 而EG这边的则是五人开悟 中路露出来的是一个死问 这根死问有大招有BKB 那么30分钟的神符 上路的一个赏金 赏金神符双方都给他空掉 看看接下来的这个剧情怎么说 诶 死问这块直接选择是过来 去把你这个电狗的幻象给你锤掉 但是电狗已经有了扬刀 尼莎这波也是很憋屈 很憋屈 冲上了以后以为自己很凶 结果被对面的一个幻象直接扬了 也不做是发现这个肉山已经杀了 而且里面有TA的陷阱 那么也就意味着对方也是赤刀肉山刷了 现在31分钟这波肉山团 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比赛走势的一波团战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应该说这波团战对于EG来说是有优势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现在 他们的大招目前都有的情况下 这个团战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形里面还是比较好发挥 还是也要看一下双方开团的一个接触点 现在死温在往自己的队友这在靠 因为自己很危险这个站位 他们刚才等于是乘一个C的一个形状 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些人的一个分布 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话 然后死温在最末端 这个就很尴尬了 这个时候五个人绕到一起以后 这个位置往这进攻的话 有可能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接触 也有可能会 这里蓝猫直接飞过来 定住了电狗的本体 电狗的本体被定住了 电狗时候开启BKB 强杀电狗的本体 电狗的本体被带走 死温的大招直接砍死了谜团 末日这个狮王 狮王这个地方在留着 这个潮汐 潮汐也被秒了 这里还剩一个TA TA这个地方开启BKB 打了一波再没 队友直接给上一个微光披风 那么苏妙这个地方 一个人在顶着对方 五个人在出戳 最后是直接被蓝猫完成 疯狂杀戮带走 而这个时候 再美已经是非常迅速的 踢到了上路 一个飞鞋飞到了上路 去带着破高地了 秘密的这波团战打的是 让谜团跟潮汐两个大招 一个都没放出来 这个有点厉害 一个大招没放出来 这个真的是有点开胸了 TA现在是有买活的 谜团还有十秒钟复活 但是电狗没有买活 这两个人买活的话 对方也不会撤 并不会因为你TA买活 这几个人就因此就撤退 那么这波打完了以后 直接是一波破掉了两路 要破第三路了 破第三路逼你TA买 你不买活的话 我就直接连破你三路 电狗还有十秒钟 EG应该是想着说 我电狗活了以后 再给TA的一个买活 这波追出来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 能打秘密一波残灭 这时候秘密看往回走 这电狗复活了 往外走 这个地方飞过来以后的一个幻象 直接给上一个子愿 再加上一个锤 在后面断后的是这个狮王 狮王目前没有大招 再想往前追 这里隔离了一个高台的墓碑 这高台的墓碑 还买一口再拖你们一波 漂亮啊 秘密这个一波直接是连破掉了EG两路 最后一路的高地塔也是被打到只有27.7 这个时候秘密的死问大招的CDO已经赚好了 秘密这几波团战一直都是没有给EG这几个大空 去放技能的一个机会 每次团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潮汐目前这场比赛到目前只 只放过两次大招 迷团好像打了32分钟33分钟 只放了一次 这时候EG选择再过来打一波肉山盾 这波肉山盾要是再被团灭一下的话 就要GG了 死问是选择要出一个啥 这是出的林肯吗 还是 大引刀 选择出的是大引刀 但是这个时候EG拿到了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拿的就有意思了 TA带了盾 那么奶酪是交到了谁身上呢 奶酪也在TA身上 TA等于是有BKB有盾奶 经济方面现在仍然是死问一个人 在全场第一的一个位置 大引刀加上跳刀 连击刀强袭加上BKB 这个装备很小小啊 这个橱装 GDF尊重是一个微光披风 然后K6被这个幻枪扬住了 被幻枪扬住了 这个地方是偷了一个磁场 但是还是直接被秒 64秒的服务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双方这场比赛应该是会被拖 再往后拖一拖了 看看这链再没直接选择开BKB往回跑 Korea的这个地方想追没追上 那么下路的这个高地 看看拉西克回来守一下自己的中路二塔 RTC这个地方是给让一个羊 拿自己的幻象 把你这个中路二塔直接点掉 然后再点金掉你的一个车 往回跑不给你这个钱 不给你这个钱 一直拖到时间到 大叔主要因为潮汐太穷了吧 潮汐穷不穷是一方面 主要是每次团战的阵型问题 每次团战的时候的阵型 EG这边永远是都是在被这个蓝猫打先手 每次都是蓝猫先手冲上来 先找到你一个点 然后把你这个点强秒了 刚才在中路这个位置这波团 这个位置这波团之所以没有去开 不是在这儿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是开的团 这块没开团的位置 主要原因是因为蓝猫是开着BKB 把这个电狗打死的 而且电狗的本体被打死以后 电狗没有买活 所以潮汐是不可能去放大的 迷团也不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选择放大 上路这里又是靠着小迷团 加上电狗的一个幻象 带掉了上路第二塔 这么拖累的话 秘密这场比赛的 还是要再往后等一等 因为死问这个英雄 他是一个容错率比较低的英雄 就是一波团战如果打不出来 足够好的效果的话 他肯定一边地理 这场比赛 妮莎之所以选择出的是相位 这些没有选择去出夹腿也是为了在团战的时候 尽可能多的去跟得上对方 看看这波EG的又是一波开悟 带我到了一个同样的位置 RTC这里则是拿着自己的一个幻象 回来去守一下自己家的下路 而自己的队友全体都跑到了上路 这个就是给对方一个假象 让对方觉得 我所有人应该这个时候都是在下路附近 那么上路等着你过来去圣坛出收钱的人 和来过来去推线的人 TA这里是上路带线 TA这个带线的话 肯定就是让对方知道 你的人都是在我家里也去蹲着了 否则的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跑到这么深的地方来带线 拉比克手里有跳刀加上A仗 下一波团架 哎 这迷团 这个迷团又磨了呀 老猫这飞过来以后 直接砸一下 给上一个超普合打死 再把你的这个支配的也怪 200块拿到手 上路推吧 这就别回来了 这回来现在 还是要回来 但是回来也没什么卵用其实 迷团又买活 可以回来正面接一波 TA有柔山盾 TA现在柔山盾还在 我们迷团选择了买活 死完现在还没有开大 没有开BKB 蓝猫呢 有一半多的蓝 这场比赛他也没有着急 第一时间把这个血型做出来 还是选择先留了买活 还是比较稳贱 毕竟总决赛 嗯 这里死了开BKB三刀 秒掉弗赛 看看这个时候 弗赛选择买活以后 这个地方前四野 前四野现在还没有找到机会 去放技能 这秘密的人好分散啊 找不到人啊 这一开团 什么拉扯啊 这是 秒了一个人就跑 所有的人都在撤退 都在跑 这个时候扬住一个尸王 潮西交大招 定住死问 死问这个时候没有BKB 看看拉比克偷到的技能 拉比克现在没偷新技能 没有偷新技能的话 这样的话 尼莎这个地方跑不掉了 被 集火了实际 队伍没有人能救 拉比克这儿没有合适的技能 Mate 1这里好像走 哎呀 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点点 克里斯这个地方 没有能够留住这个了 猫那么下路高几塔 没有了以后 现在TS又是把下路兵线 带到很深的一个位置 电口这里过来 扬刀留住 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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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S 蓄灵刀给上去 两个蓄灵刀打脸 落地以后呢 又是两个幻象在追 直接炸死啊 狄子又拿到一个人头 这样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一下是拉近到了 只有6000多块钱 从15000拉近到了6000多 看这里Mate 1过来打一套 留住谜团 谜团这里怎么说 还差了一下 谜团又被秒了 谜团这波没有买活 TA过来以后 已经身上是带着一个血迹了 这里秒失亡 失亡 失亡肯定没了 一个蓄灵刀上来没用上 这里再给上一个减缩 雅不作用手里面偷到了一个折光 被扬住了 被扬住了 直接秒杀 那么这样的话 秘密这边的四个人被杀 两个没有买 四个被杀 两个没买 霍兰之源再往前找 看看这波EG 现在的经济只落后4000块了 虽然说是有两路大兵的一个劣势 但是电口这个杨刀出来了以后 是真的有点厉害 而且刚才的蓄灵刀还救了一下朝西 上一波团战 所以蓝猫飞过来以后清醒兵 把这个兵现在我先带一带 被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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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开大招 大招再扬一下 这个输出多点高 血迹给上以后 蓝猫直接被打死 99秒有买活 99秒有买活 TC一波直接挣了1122块钱 血赚 蓝猫被打死掉了500多块 TA过来分 分范围金钱奖励 分了600多 分助攻前分了600多 这是什么剧情啊 TA的这个1.5秒隐匿造成激晕 他选择的是没有加折光子 他加的是隐匿悬晕 有想法啊 这场比赛 1.5秒的隐匿带晕 这个效果确实是 在刚才 在这场比赛里面 刚才这一会儿 就是起到了一些奇效 这样的话 现在下路的高地呢 是 马上眼看着能破掉 破掉下路高地以后 秘密就有 这个1G就有了一定的翻盘点 因为 在自己家被破两路的时候 如果想翻盘 最好的选择 就是破掉自己家 没被破的那一路 就对方家里面 对应的 没被破掉的那一路 给他破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精力 全都放在被破掉的两路上面 压力会相对小一些 看看这里 迷团又被秒了 迷团这样比赛 Crate真是 一直在被这个秘密在秒 被各种各样的人秒 被蓝猫秒完 被死问秒 被死问秒完 再被蓝猫秒 这里死问再一个锤 锤住 这里给一刀 但是这个时候蓝猫飞过来 再飞一下 再往上追 再往上找 这里拉一手 一套技能 潮汐被打死 80秒有买活 但是迷团没有买 这里虚拼刀想救Fly 没有救下来 Fly上一波已经买过了 看看人群当中 有一个3700多血的狮王 这个狮王奶了自己一口以后 又是插出来了双墓碑 这波还是被打死了 TA这个时候的输出 再加上垫狗的输出 确实是有一点高 看看再妹 这里有一个减速减上 身上是有飞鞋加上风胀 移速确实比较快 潮汐这里还在往前追 再给上一个口水 死问过来 连击刀大引刀破坏 开BKB强行秒掉 买活的潮汐 潮汐被秒 PA也被打死 100秒的复活时间 看看这个招 电狗利用自己的幻象 想要去强行点掉 这个蓝猫 这一个蓄灵刀漂亮 把这个蓝猫给弄死了 这里一个幻象 这样啊肉山还没有刷 肉山还没有刷 那么下路的高地 这里是TS 回来守一下 这样比赛两边打的是真的漂亮 你看这个比赛 只能看得出来这个 这两支队伍这个实力是真的接近 看着这块电狗 哦 蜜团这个大招拉住了两个 拉住了两个 电狗撤过来以后 看看这块拉比克偷到了一个蜜团的大 这个拉比克偷到了一个蜜团大 而且这是一个A帐的蜜团大 蓝猫飞过来以后 找到霍兰巡 这个时候拉比克还没有死 拉比克还没有死 看看这里fly被带走以后 蓝猫往前飞 找到了电狗的本体 电狗的本体被找到了 电狗的本体直接点死吗 这个时候电狗给到了一个虚灵刀 但是拉比克没死 反而是因为这个虚灵刀以后 没法跟后边的平A 打不死了这个拉西克 这样啦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2比39 22比39 看这波买活了以后这个肉山没打完 因为电狗买了电狗买了以后 这个TA已经活了 TA是没死 TA刚才那波没死 所以这个时候 秘密是放弃了这波打盾 现在秘密的优势在于哪呢 在于这儿 在于这个地方 电狗现在本体是在家在手 那么身上没有飞鞋 飞鞋还有十几秒的CD 他自己的幻象在正面 给上一个羊刀加一个虚灵刀 死问这里被打得很残啊 这个死问 看看这里举一件潮汐 拉比克手里的这个A杖 谜团大还一直都没有放 他还没有一直都没有放 但是自己家下路也是被这个 对方把兵线推得很高前 这样的话 拉西克用TP飞回家留一个飞鞋 拉西克清兵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那么蓝猫这个位置看一下呢 蓝猫把自己身上的幻象城府打开 这里是谜团回到自己家上路 身上是跳刀BKB加上一个威势竞甲 从打断BKB的跳刀的BKB跳刀 谜团大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似乎也就只有拉比克这个了 拉比克偷到的谜团大招 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个可以 RTC的这个幻象应该到时间了 这里循玉刀给一下 不过这个幻象到时间了 肉栅里面是TA在打 这时候帕比将进来看一眼 帕比将也不着急 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时间集火我的话 那当然是最开心 如果你不急火我的话呢 打我几下我开大 然后呢我再插墓碑 如果你第一时间集火我的话 我就直接滚在插墓碑 如果你是把所有的控制都给到我的身上的话 那我死了也可以 你直接把我秒了 然后我这边呢是死了以后 砸出一个墓碑来也是够用的 就该起刀的作用也有 一会儿狮王是套了一个莲花 对时候给狮王套了一个莲花出来 有残了一下 看看这个狮王 这里所有的第一波集成全都给到这个狮王身上 出来墓碑 这里举一下 看看这个TA被控制的很磁势 直接打死 但是拉比克这个大招拉的有点瞎 这个一张蜜团大给白给了 狼猫在上面又是找到了一个fly 那么这里又是定住了 又偷了一个魔爪 我的天哪 偷了一个魔爪以后 直接是攥住这个蜜团 蜜团就被打死以后 开始往后跑 死门给队友吼一嗓子开溜 吼一嗓子开溜 啪 毕竟这个狮王 毕竟这个狮王 怎么说 这个位置 又这一个破隐一击 隐匿一击 直接定1.5秒的悬晕 是真的蛋疼 这也不错了还是很机智 回头打掉了这个陷阱 不过自己又是被对方的这堆幻象 这堆草莓无限的在追 跳刀躲一波 身上还有一个微光披风 不过肉山怎么办 秘密这波肉山老人来不及了 贴剑打入山的速度实在是有点太快了 打完带奶带盾 然后带刷新 谜团选择时拿了刷新 这个是刷球碎片的盾 不是带A杖碎片的盾 看这波这个电狗被给上一个子愿以后 看看这里大推推走一下 不想让自己死 不想给对方这个钱 蓝猫这里再给人一个残影吗 这里给一个平A 再给一个平A 最后一个拿到这个钱了 最后一个弱化能流拿到这个钱了 现在这个三级的风暴双雄还是挺值钱的 我们现在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差在打了48分钟以后呢 几乎是平的 很多人都对它们 你们看到了 可以带16元的风暴双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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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隙子在Dia's top tier 这TA 这TA第一条命交的 TA第一条命交掉了 转而看谜团 BKB拉大 拉大拉住两个 拉比克这里偷了一个大招 但是不好拉 这里刷新第二个大拉住 毁天灭地了 这个大招 直接打死两个人 拉西克选择买活 但是蓝猫没有买活 蓝猫没有买活 妮莎的死问 这个时候看一下 买活方面 只有拉比克一个人有 妮莎这个地方出来以后 两刀三刀砍死一个 这里留住了TA TA身上没有BKB了 顶住这个TA 好像要死 好像要死 好像是要死 看看这里死问上来 开始给输出 这里给上了一个 闭锁的效果 给上了一个闭锁的效果 这里最后是我怎么觉得 好像是闭锁 是自己弹回来的 他的这个否决 给到莲花上了 这里又是留住了一个 谜团 米拉比克偷到的谜团大 最终还是给到了 谜团身上 那么这样的话 EG最后是被打了一波 四人团灭 只剩下了一个电狗 最关键的是 没有人能买活 没有人能买活 那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 谜了呀 谜了呀 TA没有买活 四分多钟啊 这个买活还差 这个谜团刷新双大 直接把对面蓝猫带走 我真心觉得 已经做到极致了 拉西哥跟蓝猫 他是两个 大时候全都拉到了 这个人身上 而且是BKB的刷新双大 全都给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队友还是打不死人 没有对方的一个死分输出高 那就是真的没转了 这死分 六神装的死分 实在是让上蛋的 他真的需要说再见 这些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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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要拒绝 这个犯 谜团这个团战没有打赢 主要还是伤害差点 这里选择开着BKB强拆了 开着BKB强拆 往里走 这里站到磁场里边拆 这里又拖到了一个潮汐的大 又拖了一个潮汐的大招 拖了一个潮汐大 他又 拖了一个潮汐大以后 这里最后基地被拆 那么恭喜秘密 这场比赛是经历了51分钟 接近52分钟的一场苦战 拿下了双方比赛的第一场 好吧 那么这样呢 暂时秘密是1比0领先 我是赞老大 说还是相当精彩的一个比赛 不愧是总决赛的比赛 那我让我们稍事休息 拭目以待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 么么哒